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公司的能源管理系统平台 在这上面可以呈现很多的数据 让我们可以以视觉化的方式 知道我们目前系统的耗电的状况 那这些数据收集完以后 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对 那它的数据够多的时候 对我们AI的一个分析 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运用AI的大数据分析 找出系统最佳的节能模式 在半导体或面板厂 无程式照明具备常时开启 我们此次措施是拆除T8灯管 并在既有灯壳上砍入高效LED平板灯 节能66%用电量 同时再利用AIOT技术 与工厂的生产管理系统结合 联动机台照明 在机台保养时自动开启照明 机台生产时自动关闭照明 可再节省40%用电量 达到智能化控制 关灯生产成效 在本场沸水处理单元中 能耗占比大部分是骨工机 它大约占80% 我们跳脱使用传统鲁式骨工机 压缩空气的思维 更换成器服式的轴承离型风机 并且采用高效率的泳池马达 并搭载变频器的控制系统 那在更换完成后 我们量测并确认节省的能耗 大概50%用电量 我们并且向经济部申请了 节能计较保证计划 审查并通过获得能源局的补助支持 群色群英 创新发展 节能减碳 尽灵排放 文字幕提供